9月8日 彭博社引述三位知情人士的话说 班团政府决定退迟取消川普时期对中国产品加均的任何关税 并研究如何对受影响的美国企业提供援助 旅美时事评论员蓝述说 中共不遵守国际贸易秩序和国际社会游戏规则 虽然它发展起来了 但其他国家成为受害者 2018年 时任美国总统川普 为抵制中共不公平和掠夺性的贸易行为 对价值37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这些关税到2022年7月和8月起迈 在5月份 他就开始启动了审查程序 当时也放风要取消部分对华加征关税 但是佩洛西访台之后 中共的一种强硬的表态 就是拜登政府他的对华态度 发生了很大程度的转变 他已经没有退让的空间 所以他就把之前放风 希望中美缓个措施先搁置了 退后了 在是否延长对华关税方面 拜登团队存在分歧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 均主张血减关税 借此缓解通货膨胀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认为 这些关税是美中贸易关系中重要杠杆 而减免关税对缓解通膨的作用有限 美国前贸易代表莱特海泽也在媒体刊文 敦促拜登保留对华关税 他说 川普期间实施关税两年 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 这回关税等于给了对手欺骗的通行证 并使许多美国人失去工作 大纪元专栏作家王赫说 如今拜登政府宣布延长对华关税 说明他们对华政策正在积极调整中 王赫说 中美之间的差距扩大 在中美实力对比上发生了一个转折 这样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底气会更足了 这时候他就会转向强硬的政策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韵 王明宇采访报导 王明宇采访报导